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們收看我們的說故事時間 我是Virgelia 這一位呢是我的好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 Angry Bird 他也有中文名字喔 他的中文名字叫做 憤怒鳥 Say Hi 憤怒鳥 憤怒鳥 今天Virgelia有一個問題要問你喔 你會不會有 不開心或者是 很生氣的時候呢 讓我想一想 好像也會呀 我生氣的時候 會大吼大叫 啊 有時候 還會亂丟東西 或者是很大聲的關門 蹦 可是 我不喜歡發脾氣的自己 嗯 沒關係 憤怒鳥 其實不管是大人 或者是小朋友 都會有不開心 很生氣的時候喔 你知道 當恐龍不開心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做呢 他們會怎麼發脾氣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聽聽 恐龍怎麼發脾氣這個故事吧 恐龍怎麼發脾氣 恐龍怎麼發脾氣 當恐龍不開心 他會怎麼發脾氣 會不會摔門 他們咆哮 對爸爸媽媽大吼又大叫 啊 當他很失望 會不會誇張的說 哼 我要變得很壞 恐龍怎麼發脾氣 會不會這麼賴皮 當爸爸說不行 當爸爸說不行 他會不會抱怨不高興 當媽媽說不可以 他會不會把玩具丟滿地 當要他乖乖坐好 恐龍會不會把椅子踢倒 會不會故意胡鬧 假裝爸爸媽媽不知道 當聽見現在是午休時間 他會不會翻白眼 他會不會翻白眼 當聽見 噓 安靜點 安靜點 他會不會把書撕成碎片 我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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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知道 今天沒有點心 他會不會失望的 拿杯子丟寶蜜 當背提醒 當背提醒 該睡覺了 晚安 他會不會拿著球棒 用力的敲地板 我不要睡覺 然後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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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龍不會這樣 他會從一 數到十 慢慢地深呼吸 然後 他會跟毛咪道歉 然後 也會整理亂糟糟的房間 他會說 對不起 而且緊緊地抱著你 恐龍不再發脾氣 走出房間 笑嘻嘻 不生氣了嗎 真開心 我的恐龍小寶貝 親愛的家長們 每個人都有忍不住發脾氣的時候 孩子們也是一樣的喔 恐龍怎麼發脾氣這本兒童繪本 他藉由恐龍們在生氣的時候 所顯出的各種舉動 例如 用力的摔門 大吼大叫 亂丟玩具 或者是把書撕的一片一片的 將小朋友們在生氣的時候 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出現的情緒 都化為一隻隻可愛的小恐龍 讓親子們在幽默 還有放鬆的故事情節中 用不同的角度來討論 讓孩子們自己去感受 去判斷 這樣子的行為 到底對不對呢 舉例來說 你可以一起問你的孩子 你覺得恐龍因為發脾氣 就可以拿杯子丟貓咪嗎 就可以大吼大叫 就可以摔門嗎 讓孩子自己去判斷 這樣子的行為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的呢 而且 也能夠讓孩子挑戰自我 並且學習情緒的控制 就像恐龍一樣 當他生氣的時候 他能夠冷靜下來 深呼吸 從一數到十 把自己製造的髒亂 亂丟的玩具 撕的一片一片的書 能夠來打掃 整理乾淨 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書 溫馨的兒童繪本 故事的最後 恐龍也反省了 自己不對的行為 願意來為他的行為 道歉 負上責任 他說了對不起 也給爸爸媽媽一個 彼此真誠的擁抱 希望你們今天 會喜歡今天的故事 恐龍怎麼發脾氣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